最新的情况肯定就是 2月25号就是这个星期一 关于审判的日期又有一个新的听证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案子的审理的最后审判的日期 已经推过好几次了 那么希望这次听证之后 法官做出裁决呢 这个是最后正式的 真正能够开始审判的日期 在辩方的角度 他们呢在早一些的时候 提出过一个动议 要求延期到2019年的10月份 这个动议呢被法官当庭就驳回了 后来呢也出了一个文字的裁决 为什么不能够延到那个时候 在这个之后 辩方又交了一个动议 要求延到2019年的7月份 检方就是联邦政府检察官 也做出了一个回复 他们在里边的讲 我们现在不再要求 一定要在4月份开审 但是他们提出的审判日期呢 是延期到2019年的5月6号开始 昨天呢就是为这件事情 又举行了新的听证 在现场的情况 比较有冲突的吧 就是法官呢对于辩方律师提出的这些要求 和他背后的一些动作非常不满意 说的话也非常重 因为辩方呢实际上在去年的11月 就知道他们的这个证人呢 可能到4月的时候是不能够作证的 但是辩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向法庭承报 就等于他是有意的隐瞒了他的这个证人 是在4月份的时候 是不能够出庭作证的 法官对这一点呢非常不满意 在上次他们提出延期到10月份被驳回之后 他们又说原来的那个证人呢 就是专家证人辞职不干了 这个专家证人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专家证人呢就是专门为嫌犯克里斯登森 做心理健康方面评估的这样的一位专家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他们说我们现在又找到又找到了一位专家证人 但是从现在开始在4月份审判之前 能够把这个他的鉴定都完成 然后提出报告时间不够 所以他要求延期到7月份 检方呢是说我可以同意你延期几个星期的时间 延到2017年的5月份开始 所以从现在看来 尽管法官的裁决可能要到今天晚一些时候 或者明天才会做出 我们的判断的是 4月初开始审判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势必会要延一段时间 究竟延多少 现在呢要看法官的裁决 如果按这个日期推算的话 从这个问卷发出 就这一批的问卷发出 回答的这些人 如果在6月份不能够开始审判的话 当时的这一批就作废了 就需要重新来做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的迹象来判断 这个案子的推迟不会晚于6月份开始 像这种死刑审理的案子 辩方一而再再而三的通过各种的要求 要求推迟 这个是经常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像对嫌犯要做心理健康方面评估的 这样的动议 如果法庭坚持不同意 或者检方坚持不同意 那么这个案子在审理之后 辩方的律师可能以 就是律师不能够有效的为嫌犯辩护作为理由 提出上诉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大概不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法官呢 也在 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有可能不得不再次把审判的日期延期 作为张英颖家人的法律援助律师 我们曾经向检方 也通过检方向法庭表达过家人 在这件事情上的意见 那么这个意见呢 就是 张英颖的失踪和遇害 是2017年的6月9号 这个两周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期 对于家人来讲 审判如果能够在两年之内开始 毕竟是一种安慰 所以 如果这个案子 还会延期的话 那么 张英的家人对于辩方这样 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 拖延 甚至用不同的手段和伎俩 向法庭提出延期的要求 他们觉得很不齿或者是愤怒 如果真要延期了的话 家人对于延期的决定 也表示不解和失望 但是同时 家人也希望 通过美国司法程序的正常的过程 最终能够判 罪犯克里斯登森有罪 最后能够给家人一个公正的交代 感谢观看